3月30日至31日,2024中国网络媒体论坛在云南昆明举办。 作为观察中国网络媒体发展走向的重要窗口,论坛举办多产主题活动。 在流量密码、正能量创作者大会上,来自全国不同领域的网红达人、政务账号及MCN机构代表, 从自身经验出发,分享内容创作和传播策略背后的流量密码。 以往说起歹族泼水节,人们会想起云南西川满纳,德宏两地。 但从2023年起,人们又记住了一个地方,耿马。 这源于2023年泼水节期间,一部名为UP耿马的舞曲MV走红中国社交网络, 全网点击量超过100亿词。 UP耿马包括的话,首先我觉得应该是我们那边的民族文化非常有底蕊。 长期以来文旅啊,宣传对民族文化这边大力推广有一个基础。 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因为已经是第四步了,之前也积累了一些经验, 可能一步比一步的传播范围要更广一点。 再者的话就是因为现在是新媒体时代嘛, 这个短视频这个平台也是给了我们很多的流量。 其实我们UP耿马在预热的时候就有一定的这个流量了, 后面到成品的时候呢,大家期待值也比较高, 所以一退出之后呢,才会有那么多的热度。 李基英在分享时表示, UP耿马其实是耿马县制作的第四步泼水舞曲, 从第一步制作粗糙,传播仅在本地, 到第四步制作精良,面向全国, 坚持改进创新,终于火爆出圈, 让人们感受到边疆民族地方,人民涌动的活力和热情, 是UP耿马成功的主要原因。 村超与香港明星足球队提友一赛, 村超与英超签约, 2023年,在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荣江县发展起来, 一个中国最基层的足球联赛, 短短几个月,全网流量超300亿次, 成为新近网红足球IP。 村超发展到现在,应该来说是基于人民群众, 荣家人民爱足球,这是第一个。 第二个呢,用互联网的思维, 第三个呢,通过各种人才的助力, 第四个呢,就是我们打了一个组合拳, 创新,把足球和文化和美食和飞移, 还有各种正能量的内容的传播和输送, 这个是结合在一起。 徐伯认为,村超创新提出, 把手机变成新农剧, 把数字变成新农资, 把直播变成新农活的, 数字经济赋能,乡村振兴理念, 构建了荣江1.28万个新媒体, 数字农人的新媒体矩阵, 让村超在最短时间内, 实现了正能量,现象及炼变传播。 同时,荣江县实施聚财计划, 有效整合,有创意, 有点子的人才, 把荣江县村超变成社会各界的村超。 村超呢,它是要实现一个跨越, 如何从网红变成长红, 是需要很多转换的, 所以我们就通过村超的这种全民参与, 加上人才的助力, 同时呢,我们又跟英超签约, 又学习并借鉴世界五大联赛和世界杯, 它的发展的历程和规律, 让村超是按真正的符合这个时代的需求, 符合互联网的规律, 更符合老百姓的这个需要, 真正的要从乡村体育的乐子里面, 找到一个乡村振兴的路子。